Z2U.com 欢迎到Z2U.com 享受安全便宜又可靠的游戏币教育平台 因为上面都是真实的卖家 所以相当推荐给有需要MT或是VC的玩家喔 hello你好我是诺斯 好今天欢迎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这个版的T模式 今天首要下的卡片的话就是我们这个Android Carrico 那这个球员也是在这个Flash卡包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的话其实是在NBA2K19在钻石板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爱用的一张卡片 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跳投11 这样一个投篮姿势的话其实是让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 并且他本身也可以拿来打控球后卫人 或者是拿来打一个三号位其实都可以 而在今年的话这个Android Carrico的话 只能移到三号位或是四号位 我个人觉得其实偏向于打四号位多一点 要不然你就是要代替到Kevin Durant Kevin Durant的话去打替补的三号位 这只能是这样打 因为如果你Kevin Durant放四号位 他力量只有70平分的话 如果你进去里面像是Shakel O'Neal 或者是新卡包里面这个天沟甲霸的话 那根本就是你完全可以不用打 而这张球员本身他也是属于一个索方形的球员 所以这张卡片的话我个人认为他摆四号位的话 面对其他那一种像是字母哥啊 或者是像是那一种力量还算不错的一些球员的话 其实都还是可以起到一些防守上的作用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Android Carrico整体这个属性吧 那张卡片的话是206公分到这边这个 进攻方法都是99平分 好啦这边在三分球部分的话是来到94平分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加上这个Steve Kerr加上的话 会来到99平分 那当然你加上麦克典顿加成来到98平分也就够了 因为这个球员本身它是一定可以到顶级三分球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属性方面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好 那除此之外他还是可以做一些贝兰的动作 包含这个贝兰的勾设80平分 还有这个贝兰的后仰跳舞来到90平分 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但是我这边个人认为这个制造犯规这边的这个属性的话 只有92平分相反起来是稍微低了一点 那这边切入困难方面的话来到85平分 那这个球员本身就不是这个切入困难为主 所以他这边有85平分也就够用了 那全球属性方面的话来到89平分 那其实这个球员本身它就是什么事情它都可以做到 三分球也可以做得到 切入篮下也做得到 控球也做得到 它什么都做得到 所以这个球员本身它就是非常非常全能行的一个球员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还有控球89的话 也是可以拿来做一个第四的控球点位 因为你的前掌全部都可以拿来控球的话 再加上你4号位也可以控球 我个人认为在NBA2K20的话 这会变成一个常态就是4个控球点位 配一个中锋5号位在里面进去抢篮板 就是变成有点像NBA2K19那个时候的4外以内的战术 我个人认为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那在防守部分的话 这个球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锁防清球员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主攻来98平分 超级也有99平分 外线防守的话98平分 然后内线防守也有90平分 这边各项的防守属性都是非常非常顶级的 当然你可以加斜死给他加3点的内线防守 会让整体的能力会变得更加提升 好那在篮板部的话这边是有92这个进攻篮板 以及防守篮板93平分 整体的人的话还算OK 好那这边运动能力方面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我 我会把他拿来打4号位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速度啊 不是这么快到可以拿来打3号位 因为如果你知道现在3号位基本上 80%以上全部都是放Kevin Durant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 如果你在对位这个Kevin Durant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回防不够快的话 你这个横向敏捷度再怎么高都没有用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速度拿来打4号位 其实虽然是刚刚好 但是拿来打3号的话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理想 好啦那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 这个横向敏捷度 刚刚有说到99平分 这个要敏捷度的话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可以让这个球员本身 这个手段变得非常非常厉害 好那我们这边来到会章部的话 有39个名单的会章分 别是控球主将 接着的投篮手提的三分球 双手团团团王 掌戒投篮者 空中魔物师 抛头大师 无情众位者 无球跑动传说 圆圈射手 铝色机器 灵魔触手 快攻发挨者 关键先生 无险可及 十美分 抛框者 掌戒闪臂者 追障国物大师 空档制造者 牙之王 防守领袖 树形者 拦截者 闪电反应力 无球牵制 闪电第一步 弹钓大师 背蓝动作防守 持久性防守者 陷阱猎人 穿针引线 文艺型忠约者 对岸型忠约者 加速 靈巧型忠约者 以及职业球杆 整体而言 这个属性 这个徽章 基本上是什么徽章 全部都有了 他包含金徽章 总共有61个徽章 非常棒的一个属性 其实这个球员本身的徽章 也无愧于 他是非常非常全能力型 一个球员 在这个情况下 有子牌十美分 加成给其他球员 让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属性 除此之外的话 防守方面的一个能力 强到一个爆炸 护荒者也有 鸭制王也有 甚至包含追身火锅 珠心者 以及内线防守 非常非常重要的 弹跳大师 这些会上他都有 一个四号位 在进去里面 有弹跳大师 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部分 因为当你在进去里面 如果跳起来 第一下 你没有直接上去 然后他第二下 他骗你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同时 跟他一起起跳的话 你就刚好可以进行 这个防守 所以我觉得这个徽章 非常非常重要 在进去里面防守 除此之外 他本身的横向敏捷度也是够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如果你一旦mismatch的话 其实也不会有 那个完全被过防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 本身 索防非常非常好 再加上他本身的三分球 绿色机器 灵魔出手 接球投篮手 什么全部基本上 投篮属性大部分都是自拍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这个球员会变得 非常非常的全能性 可三分 可切入 可防守 可控球 内外都有防守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球员本身 他的球上有非常非常强大一个能力 好啦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直接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Andro Carrillo 整体这个热区 那热区部分 在弧顶位置没有之外 其他地方都有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个球员本身 在整个NBA2A19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好用 我这边来稍微测试一下 他那个 他那个 他那个动作有点 他运球动作有点慢 对 你看到他那个 我用那个 教他运球的时候 他那个动作其实是有点 有点偏慢的 他不太适合就是直接切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打稍微 可能再适合一点 我这边来稍微测试一下 这个投篮动作 哇 他通通通 好好用喔 我操 哇 哇 哇 我刚刚差点有尿出来 不是 我是说那个 差点就那个 就 开心的笑出来啊 我是这样说的啊 干 太夸张了吧 这个投篮姿势 哇 哇 哇 哈哈 哈哈 太尼玛 誇张了 这个投篮姿势 你知道就是 我打拖可以久了之后 有点点小强迫症 你知道 就是有时候 有些投篮姿势太难看了 或者太怎么样 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但就是 这个Keyoriko 这个 这个投篮的速度 这个投篮的 感受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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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好讲 你知道吗 就有点 有点爽 你知道吗 哇 他投篮只有一个字 爽而已啊 这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 他真的投篮姿势 真的是 又爽 又快 又舒服 又感觉蛮容易命中的 好 我这边来稍微测试一下 这个 Keyoriko的石头可以进行几球吧 1中1 2中2 3中3 4中4 5中5 6中6 7中7 8中8 9中8 OK 9成命中率啊 刚就差那一球啊 他投完姿势真的就是很舒服 你知道吗 他有一种就是 起来的那一下就是 你一定得投奈一下 你想按道都不太行的那一种 那一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很舒服 我有不能形容 但是他那个突然起来就是很舒服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员本身啊 他虽然控球属性好 速度也不慢 但是 他运球起来的感觉就 不是很对 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 那个动作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突然的姿势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我连这种高难度突然 他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是感觉很轻松的感觉 他那个加速一下进去的时候 我看一下 我再看确定一下 那个滑板步感觉 哎呦 哎呦我的妈呀 舒舒服服的啊 他背蓝跳头就没那么好看了 真的他背蓝跳头就真的没有他那个 直接跳头好看 对我觉得 就没有刚刚那一种在外线的那一种 让我很舒服的感觉啊 那我都觉得还好 好那我们这段话 就直接来给各位看 这个Android Carroker 想什么一个表现吧 来吧 来看一下今天阵容 哦 字母哥 哇 对面已经有这个 听过假霸啦 我说实在 这个卡片又要我介绍 我上天把卡包的卡片介绍 我又要介绍了 我好难受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比赛 我要竟然开始了 哇这个身高差 有点高啊 哎 这边先跳球 好 这边挡开之后 4号位这边 有 这个我刚刚突然想到 他好像内线空了是不是 給Kevin Durant 没有 你以为我要给 没有 你又想搞什么小脏脏的套路啊 你是不是又想搞什么小脏脏的套路啊 凯文人口这边对 Kevin Durant也没有关系啊 这什么 哦 干 这样绿 LeBron 这边守到底 哎呀 手没有拉起来 收到 火锅盖出去 好这边他先给Dway Howard 给 这么高 干你娘勒 受不了 等等等等等等等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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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盖出去 拿下篮板 凯文人口 可以进去那边 上篮 哎呀 又想搞战术 又想搞什么小脏脏的套路啊 啊 又想搞什么小脏脏套路啊 哇 这球收到 收到 收到底了 给志姆哥 中头 好球 几波进攻 都被你们拉着鼻子走啊 他应该是跟上次打的是 4号位那个地方的战术啊 哇 他4号位跟1号位都很强啊 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我只能挑一个人去干啊 他敢去里面 好球 哇 对方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靠杯啊 我只能这样讲 哇 对方LeBron真的是 体能无限耶 一直穿我耶 你用同样套路 我用同样套路对你啊 怎么样 SOL 他10秒钟加下去之后 他那个三分球的感觉是更加舒服的 这边贴着你 哦这个贴 哇 哇 你有时候那个 把人家完全卡死在那边的话 你会有种非常非常爽的感觉 好来看一下这波进攻 超级 舒舒服服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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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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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就富人之人啊 啊好 我觉得扣籃没有问题 你知道我刚刚觉得那个地方扣籃没有问题 就只是对方的那个能力太强 唉 唉 嘿嘿嘿 跳起来 唉 唉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守得 阿弥拿那六个门 这是谁 这是谁 哇 我看你娘 不是 我刚刚好像 一时之间 我认错人 你知道 我曾承认我刚一时之间认错人 再给这次买哥拍摄 这个独外哈勒三分球 之球没有进可惜 這邊收到 這邊收到 有人壓死 壓死 壓死 來 這麼個 收到 火鍋蓋你出去 臭你這 上去 N1 Bounce 其實剛好我感覺到有時候有BUG 你知道嗎 就是我剛剛要那個指定防守的時候 我指定不了 我剛剛有一段就是 我怎麼壓那個指定傳的時候 都指定不了 哎呀 好球 OK 那我們目前的話是第一屆 就目前14比14 那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過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屆 那等一下這個體力 可能就是有一點稍微需要 等著回復一下 切入扣籃 Bounce 我先給Tracy 再回個外線 切入扣籃 Bounce Z母哥 來看一下 啊我的錯 我的錯 我剛剛以為我是對位置母哥 收到 頂了頂了頂了 阿咪啦啦 阿 好啦 那我們現在 提姆張得上來啊 哇 剛剛那個 其實它打的還算OK啊 它打的其實說實在 還算不錯 Minecraft Jordan Bounce 這邊內切 好球 這球沒有進 這間不就舒舒服服的寫在臉上嗎 嘿 BAM Jones Ruffy的防守能力是強到一個 不表 這個速度太快了 轉身 愛的魔力轉圈圈 打下藍板 這邊再給Marker一騰 來切 好齁 這球好球 剛剛稍微往後退了 這個有點稍微停頓了一下 哇 不是 我剛剛在籃下 投籃他不讓我投我 我跟你們發誓你知道嗎 我剛剛按了兩次投籃他都不讓我投籃了 再回給再回給 運動三分 哎呀 這球居然硬眼傲啊 這個就沒辦法了 有人這邊貼住 他自己回家囉 他自己回家囉 我不知道他幹嘛他自己回家囉 不是不是不是 我剛剛要傳球 我剛剛要傳球 不是 他現在那個 又不能讓我指定防守 靠腰勒 我現在按著R1 我不能指定防守 我剛剛按著R1 我不能指定防守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給你bug 可不可以少一點啊 上籃 球 現在又可以了 我剛剛一直按R1 都按不出來你知道嗎 手到 想傳 他沒傳欸 哇現在那麼硬了嗎 我是他我已經傳了 你知道嗎 好那我們這邊送訊息啊 馬上回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仙媽部的話 我覺得啊 這個NBA2GAY 這遊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啊 就是 我有種自己在玩一個 搞笑遊戲的感覺 切入輕輕鬆鬆扣籃 想防我Karenco 就得吃我進去重擊 好來看一下 呵齁 唉唷 cả點就射金啊 東套 BAM 舒舒服服啊 哇這邊 防我防 唉唷 我已經對位到他了 但是他就是自控能力比我強啊 這個就是屌 嘿 嘿 嘿 BAM 唉唷這個囉 這個囉 唉唷 你又瞬間移動 喔 看你老木勒 2K 你這個從試玩板到現在一直有的問題 你死都不修正欸 2K 一直瞬移欸 幹 我要受不了囉 Kevin Durant 舒服啊 綠色 今天全場就一顆三分球啊 也就一顆啦 還想進來啊 哇操 我不知道他心態在印什麼的 你知道嗎 他那博士好像插了印度神友一樣那個 不知道他在投鐵什麼 你知道嗎 再說跑出來 外線 啊這個 哎唷 兩頭能 啊 幸好幸好幸好 我跟你講 如果這球算不進的話 我會哭出來 你知道嗎 啊 對方的這個公司 慢慢已經被我稍微瓦解啦 但是我覺得還不能掉以輕心啦 我現在的這個Karenko的載智能力開起來 目前是神社載智能力 哇 他頭真的很鐵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鐵什麼意思的 三分球 啊 贏人 喔 好吧 咻 這球總進了吧 這球還是沒有進 不過底角這邊 中頭 綠打 不是 有神社載智的反而沒進 然後沒有神社載智的反而會進 這個就2K定律 你知道嗎 好球 有嗎 8% 我的媽媽咪啊 兄弟 我反而今天Karenko很順準耶 啊 幹順你啊 三分球 綠打 哦 搖起來了 Karenko 搖起來了 我下檔猜 三分球出手 綠打 哇 他三分球真的綠到不給活路的耶 好球 好 現在Karenko的彩智能力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 他的整體的這個得分到今天為止都還算非常非常不錯 他今天都在用他的那個LeBron James想搞事情啦 哎 這沒辦法 這就是這個決定性的力量的差距啊 哎呀 這邊 哎呀 好球 這個就算給他進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散最後一波進攻啊 三分球 啊 可惜啊 好 目前的話是39比49 那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那麼現在來到第四節啊 這個決勝節目前還有十分分岔 那其實對方的這個防守 基本上我已經算是大概 知道他大概想怎麼打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再來看一下 OK 直接抄劫 抄劫之後傳給進去裡面 好球 這麼個 哎 你沒有守我 我就試試看 三分球 BAM 我跟你講你面對Karenko你不要想放他一點點的空檔啊 他都會 懲戒你啊 目前的情況下就是我可以直接轉進去了嗎 可以啊 哈 好球給Kevin Durant 上籃 OK 要犯規 北方應該想跳了吧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比賽的話就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啦 Karenko今天表現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完美啊 我得說 無論在三分 無論在控決 無論在防守 他基本上做到了他今天所有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拳的話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用 這邊全新推薦這邊的卡片給大家 那如果各位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一下下方訂閱 並且想說可以說過我們最新的MV同胎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